哈喽大家好我是KD 今天呢我又举办了一场躲猫猫娱乐赛 位置选在大电场啊 这里我们只玩过一次 很多小伙伴呢还想再去回忆一下 那我就满足你们的要求 时间也差不多了啊 我们可以来找人了 兄弟们你们都躲好了吗 先来这里看一下 哎发现了一个 这个人躲藏的位置属实不太好啊兄弟 但这个人还不错 不过也被我发现了啊 看来吧 你们躲得好与不好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哎这个我看到了 不过我要假装没有看到 上这个上面 哎他想跑好像 不过没有关系啊 来最后一发子弹空中 哎一枪 看一下这个里边有没有人啊 哦 呦这边有一个挂机玩家 哇头挺铁啊兄弟 可以的兄弟 再找接着找人啊 来这个上面看一下 果然有一个 哇这一撬棍可以 不过我的686还是可以的 一枪 这个上面刚才是有脚步的 看到了 你说他会引来更多的人吗 他好像没有跳下去 我看到了 哇这个上面还有盒子 人应该不少啊 哇原来这里躲了这么多 可以 你不要抛兄弟 直接9杀 看一下还有人吗 这个上面 哎又发现了一个 哦 差点啊 差点就让你躲过一截 那么我们游戏刚开始就已经10杀了 这个上面应该是没有人的 不过下面 有一个想跑 没想到啊 我还在这边 OK兄弟 急着找人 这个马杀 好像不太对 太明显了吧 果然有一个 哎呀 可惜了兄弟 这辆马杀 果然是很明显啊 还是金色的马杀 可以兄弟 有钱人呐 急着找一下 这边有脚步 哦 看到了 还回手来一盆 带走了吧 兄弟 接着找一下 这个上面有个盆漆 你们看到了吗 兄弟们 这个盆漆 很明显啊 果然有一个 兄弟 拿把枪打算干嘛呀 还不快跑 还不快跑 哎 哎 一枪 有点多少 有点不好意思啊 这个上面还有脚步 兄弟 哎 那我们再去那个圆盘上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人 我记得刚才 好像没有全部打完 全部消灭啊 应该是还有人的 果然还有一个 哎 兄弟 一枪的事 估计他们都没有饮料 什么的了 这个下面还有脚步 应该是在下面 没有在上面啊 果然是 OK 哇 可以 是七杀 那么 最后还有七个人 兄弟 实在是找不到了 你们都来吧 好吧 我们拼个锅傻的 哎 看到了一个 来吧 兄弟 一个两个 两个人 但是我没有锅呀 兄弟 拼拳吧 好吧 让我把你先干掉 然后拿上你的锅 不得不说啊 这个拳头的威力 多少 哎 没法和锅比 多少拳了兄弟 捶你四五拳了吧 六拳 七拳 八拳兄弟 我的天 别跑 别跑 九拳 十拳 十一拳 十一拳 这个拳头的威力很少啊 不过没办法呀 实际上我们刚才没有锅 对不对 现在有了兄弟 现在我有锅了 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来拼个锅了 兄弟 你这一锅的伤害有点高 哎 没事 不过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哦 哎呦 呦 兄弟 走位还是可以的呀 你让我来一锅 哎 漂亮 兄弟 还敢来吗 哦 两锅 别跑 别跑了 兄弟 看一下 我这边是打饮料的 按理说 我跑的应该不慢啊 哎呦 兄弟 在跑轿掏枪了 不听话是不是 直接带走啊 还有五个人 可以 一个两个 这边有两个 来就你 我们先来 哇 一人一锅啊 最近我发现把粉丝的锅技练的都还不错啊 这应该是我的功劳啊 OK 解决一个 等我打个药 兄弟 不要急 等我打个药 谁还想来 你们两个商量一下 群啊 还是单挑 看样子是想单挑 那就你了兄弟 还想转圈圈 一锅 他应该马上就要没了 兄弟 掏枪了 差一点 吓我一跳 来吧 兄弟 这一锅 完了 我感觉我们双方是不是需要 全部拼个药什么的先 别别别兄弟 在打药啊 哇 我们又让粉丝拍了 那么我是KD 别忘了点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见 稳较 再来 再来